感谢 女士们 这么多女士都给你跳过舞了 所以说接下来你要评判一下 谁跳的最好 我给你挖坑的 8号跳最好 8号跳最好 就因为8号那舞你不会跳 然后就送人跳最好 是不是 谁跳的最不好 谁跳最不好 行 那就算你吧 你可真实事啊 你也太实事了 这个不行 其实很多的朋友呢 就是觉得你跳那个交易舞 是不是不好 对 三点问一下叔叔 您这几年跳舞当中 有没有跟舞伴产生过倾诉 应该有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撒谎 所有人跳舞 谁都是一个是玩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感情交流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进行下去呢 这个怎么说呢 家庭 对方有家庭 我自己也有家庭啊 你自己也有家庭啊 是啊 你为啥没有跟他发展下去呢 怎么说呢 这个 单身之后 没有碰到过吗 我觉得 不能破坏别人家庭 对吧 你太吓人了 我跟你讲 太吓人了 他产生这些感情 第一次是 自己有家庭 自己有家 第二次是 别人有家 你看我们派对就是这个样 跳舞是锻炼身体 我不反对 我找的伴他会跳舞 但是最好是别跳交易舞 跳舞呢 你可以上广场跳广场舞 现在跳舞也是 咱们都是基本都是艺术团表演 不是说天天上舞厅里边去混去 不是天天就一回也没有人去 一个节目的方式出现 这跟那个 跟广场舞是基本差不多 在跳舞之前吧 给他身上衣服上买 多缝点震呢 知道不 多缝点震 谁一接触了 就要过电 哎呦 你妈 哎呦 你妈 扎手 对呀 出去之后 那你要是接触进了的话 那你还是建议 是不是啊 心里边肯定建议 对呀 对 能不能建议吗 比方说跳舞嘛 不能上舞厅就跳舞 舞厅那嘛 然后啥人都有 你不忘 你不忘他身上铁的话 连绩少 忘你身上铁 你知道不 对 就是这个跳舞是一个健身的运动 而且就是你听着音乐 你心情特别好 而且就是心里边特别年 就是年轻 另外说就是跳舞 你要是就比如说像这位男嘉宾吧 他跳舞是健康的 另外说就是你会跳舞这个事吧 要是比如说像 要是两个人要走到一起了 也不反对你跳舞 但是呢前提是你去跳这 最好俩人一块去 嗯 带老爸 你也带上我 对 你说对 我不反对老年人跳舞 因为老年人嘛 有几种爱好是对健康有好处的 他能他每天的快乐能那个抗衰老 所以哈我还挺支持老年人 有些爱好是最好的 如果是你跳肚皮舞 他去跳交易舞 可以不分这个 分皮分子走 可以 一圈两路 他有他的爱好 只要他玩的健康的快乐 回来回家对我好 啥都行 把握好自己 什么都行 你会充分信任他 没有事儿 这劳动官儿跳舞的大姨 嗯 在那种环境 我是最 很乱的一种环境 跳的舞 跟你们的舞还不一样 所以我的打击是最大的 嗯 但是呢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说啊 我支持跳舞所有的人 嗯 跳舞呢 不管是在什么环境 什么复杂的环境 环境不代表一个人 啊 环境复杂的东西 这个 娱乐的场所 劳动官儿就是我们 退休的老公 一个娱乐的空间 一个娱乐的 大的舞台 所以你跳舞我不反对 只要你心正 什么地方都可以跳 我觉得跳舞吧 还是跟人有关 这个人要是人品不正的话 他咋跳 我跟你说 就不跳 他也许有事儿 但是张科张叔叔 你们真的要放心 九年当中没有人说他 哎呀 好像这个人是挺乱呢 好像这个人又是 那个不是自律啊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说辞啊 所以请你们放心 那文威也提到了啊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呢 其实对于感情 还是非常专一的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的 这个感情的小片 大家呢 来了解一下 他到底对感情 是如何看待的